情感方面和感受方面 我觉得小彤和莫卡是有90%的联系的 因为我毕竟自己是一个网红 就做网络这样子 所以经历那种网报啊 也是我必定经历过的 可能现在也在经历中 未来也还会经历 所以这些东西 我一直都没有把它很原形毕露的 秀给大家看 就是你们看到的我 可能你们懂我被网报 你们懂我在外面被judge 或者我在外面有什么新闻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去正式回应所有的问题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然后我也害怕 我就是秀出来了 大家会怎样看我 所以在接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是很紧张的 因为我要把我最不想要给人家看到的一面 也在这个戏里面做出来 就是我一直都不想要给人家看到 我原来情感上面是这样丰富的 原来我遇到了一些事情 我不懂要怎样面对的时候 原来我有这样子的情绪 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private的 直到在这个戏里面 我是要尝试把它挖掘出来 因为我觉得我想要保护小童 因为我觉得小童是我 我想要好好保护他 我不想要 就是让小童这个角色 就是他只是一个角色 我想让他是活的 然后我想要保护他 我希望小童好 莫卡也好 这样子 路的尺度对我来讲是蛮大的 我那一场戏是真的没有穿衣服在拍 我讲有安全感 是因为 就是只有两个工作人员 而且是女生 然后 其实他们有叫我穿那个安全措施这样 然后我就讲不用啦 因为穿了 等下又好像那个镜头又讲 好像会看到一点 好像看到一点 就直接没有穿 因为凡子里面就是两个女生这样 其实我蛮奇怪的 我的人是想的时候会尴尬 但是真正拍摄的时候 我就没有那个尴尬了 可能投入进去一个决策的时候 我觉得就不一样feel了 所以当下拍摄的时候 我是没有很尴尬 只是出来的时候 在看那个画面的时候 我就想 这真的是我吗 那我真的是拍了这个东西吗 这样哦 嗯 在现实生活当中 他算是你的理想型吗 哦 哦 哦 呃 呃 因为要投入角色的话 需要去 我自己的内心 就是要去 呃 去 去 啊 啊 啊 来来来来来来 就是要去 呃 去喜欢上他 这个 这个人 当然他 他是我的理想型啦 对 因为就是学霸 啊 对 对 对 可以哦 可以哦 时刻我可以用一句成语 泛泽自喜 哈哈哈哈 用得好 哈哈哈哈 所以我是单相思 哈哈哈哈 对啊 就是因为要投入角色嘛 所以就 可是那天你们收工家里哦 哈哈哈哈 收工去哪里 呃 你问 呃 吃饭吧 对我们试个一起啦 我记得 我们试个一起 试骂我 试骂你 你讲没有空吗 试骂我 我梦见了吗 没有啦 就是因为要投入角色 所以就要尝试去 选上他 这个人 对 他是我的理想型 没错 那时刻还有联络吗 天都在聊天 反正我联络比较 我反正我联络比较多的是Daryl 哈哈哈哈 没有因为Daryl跟我是比较好的brother嘛 然后我们拍完戏也变成一个很好的 呃 不是不是 不是 就是 就是 胸帝啦 胸帝啦 胸帝 胸帝 就是偶尔我们也会约Hazel出来跑步之类的 会有机会发展吗 蛤 谁跟谁 Naro跟红铃吗 哈哈哈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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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模糊焦点 不是红铃跟Naro是有可能的 哈哈哈哈 是 没有哪个人这样问你到底这对CP有没有机会啦 对对对 呃 大家还行吗 什么时候轮到你有机会考虑了 对 都没有问问人家 对啊 这都是为了沾沾自喜吗 哈哈哈哈 呃 让你们抱我悬念 不是我在现实生活 现实生活啊 可能现实生活跟G里面一样吧 你们看一下G里面的我的Nikos的 到最后的那个结果 可能就跟我现实生活一样 嗯 嗯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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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特第十几 哈哈哈 要等到第十几哦